Hello,大家好,我是阿高 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几款 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用的 适合于建筑学领域的APP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基本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我把它叫做工具类的 第二类叫做学习类的 第一个叫做CAD看图王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看CAD的软件 你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它功能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来看CAD 无论是你用来看CAD画的图 还是说用天正画的图 它基本上都能够识别 比如说我们点开一个 我之前的图来看一下好了 就是我之前那个小叔 它的一个施工图 点开来看一下 反正基本上就是一个CAD查看器嘛 功能也不用多解释 反正很好用 第二个软件叫做这个iReno3D 它是一个用来查看犀牛软件的模型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方案1的是 我之前已经导入的一个犀牛模型 很简单,就是一个题块模型 它的功能很简单嘛 就是用来实现一个看犀牛的功能 其实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软件也很简洁 然后它也有一些小功能 比如说 然后这个是图层 对,它可以识别你的图层 功能很简单 反正就 我觉得能看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第三个软件叫做这个Sketchup Viewer 其实犀牛都能看 那SEO肯定也不能落后 对吧 打开这个软件 它就默认就是一个横屏的操作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模型 打开一个我自己的号 这个是我 有点久了吧 几年前做的一个小厕所 一个公厕的设计 很简单的一个木结构 然后它的功能的话也非常强大 我个人感觉除了你不能在上面编辑这个模型以外 基本上SEO的功能它都有 我们一个一个来简单看一下好了 比如说工具里面的话有参考线啊等等 然后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有顶视图啊 顶视图这些 如果你要看正立面或者正的屋顶平面图的话 需要在相机这边选择这个正胶 这时候你看到这个立面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 就是我们平时画立面图一个样式 对吧 当然你在SEO里用的图层它也是能够识别的 眼镜的话就是一些别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打开阴影 对了 有一个是你电脑端SEO没有的功能 我觉得非常强大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就是这个AR的这个功能 当然它是需要收费的 68块钱一年 我还没买呢 我们可以先演示一下 用这个它自带的这个模型 就是这个软件你下载完之后 就有的一个模型 它里面是可以让你演示这个AR功能的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你点击这个AR之后 然后找一个平面 比如说我们就找这个桌面好了 加载完它放在这个桌上之后 你点击一下 然后它就在这张桌上了 就比较酷炫嘛 对吧 它就可以放这样放在你的桌上 也不知道有什么软用 好 第五个软件叫做大名鼎鼎的Snap Seed 这块软件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手机端简易的PS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它实在是太方便了 如果想发朋友圈或者想发一些简单图的话 不可能会去用PS太麻烦了 直接你在手机或者相机拍好之后 点开它 然后导入一张你要的图片 随便吧 就这张吧 随便是南宋玉街那边 也是王树改造的一个项目 在杭州的 随便点开一张图片 它的功能我们简单演示一下好了 工具这边 用的最多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调整图片 里边有一些 比如说亮度 对比度 宝泊度啊等等之类的 我们一个一个演示一下 样子当然很好理解的吧 对比度稍微拉一点 宝泊度我觉得可以这样 反正这个功能具体是什么效果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试一下就行 不用去深究它背后的一些底层的原理 除了这个调整图片功能的话 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这个透视 因为有时候你拍一张照片 比如说这张照片吧 你觉得它边缘有点斜着 不是很好看 你想让它完全是一条直线 那就很容易改了 点击这个图 然后再点击这个 再点击这个 再点击这个自由 然后这样拖 看到吗 它就可以 把你想要哪条线拉着 你就在那边慢慢拖 但是有时候你拉得太过了的话 透视变形了也不太好看 就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简单演示一下就行了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功能 哦对 还有这个修复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比如说你想披一些污点 或者说你脸上有颗痘 有颗痣你想把它披掉 就很容易 比PS还方便 比如说这个黑点 你想把这个黑点给披掉 你点一下就完了 是吧 很方便 很简易的一块 功能比较强大的图片处理的软件 非常好用 第六个软件叫做全能扫描王 这块软件我觉得应该也是大部分同学都在用的吧 就是用来扫描一些图片 或者一些你手画的草稿图 建筑学生最常用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 你看到一张好看的图 这是现稿的 你想把它给扫下来 作为一个案例搜集下来 然后它就有一个自动的一个透视的功能 可以帮你调整你的透视 或者说你自己画了一个草图 你觉得很好看 你想把它给扫描一下 然后变成那种扫描机扫描过的感觉 这款软件的话我个人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我用它记录了一些对我自己来说还比较重要的瞬间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比如说这是我很早之前用来练习钢笔画的时候 自己扫下来的一些图 包括一些作业啊等等这些的 我觉得做的比较认真的一些作业 我都把它给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一些练习钢笔画的 你可以看时间是多少 2015年2月24日 几年了已经67年了 第七个工具类的软件叫做建标库 其实就是一个查各种规范的软件 以我个人的一些认识来讲 基本上它上面我想要查的东西基本都能查到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查一个什么 查一个楼梯好了 我之前查过 输散楼梯 你在这边输入输散楼梯 然后点击搜索 就各种跟这个楼梯相关的条文就直接给你跳出来 然后这里有一些条文嘛 当然你可以看最新的版本 然后立即阅读 在哪个规范的哪一章里面 然后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 上面其实都有 就很方便 当然看纸质书肯定能够更直观 但是纸质书的话 你搜索起来会没有那么便捷 下一个软件叫做测距仪 我用的是苹果自带的 安卓端我觉得应该也能下到一些类似的软件吧 这款软件的使用用途的话 比如说你去参观一个建筑 或者说你参观城市的街道 考察什么什么东西吧 然后你想看看这个东西有多宽有多高 那你当时又没拿尺子 那这款软件就可以发挥用途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点开它之后 它会跳出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你选择一个加 点到一个点 再点到另一个点 它就可以测出这一段距离的一个数值 但是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另一种方法 也是我自己其实用的更常见的 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来丈量 比如说我这样两个手指这样 从这里到这里 就最大的这么一块吧 是21厘米 那我用这个去量就很准 同样是这个门的距离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好了 跟刚才测的距离也差不多对吧 下一个软件叫做工程相机 这款软件其实就是一个水印相机 很简单 但是它帮我们设好了一些模板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我们随便进入之后 它可以新建一个工程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比如说叫什么呢 比如你去看一个场地 或者说你 如果你已经是工作了 你去看一些工地 你想记录一些现场的信息 这款软件它自带的一些水印 就能够很方便的帮你记录 就拍我的桌面好了 就这样拍这个 它这边就记录了天气 精度纬度地址时间等等各种信息 下一个软件叫做两步路 它的使用场景是用来帮你记录你的一个路径 比如说你需要调研一个街区 一个历史街区好了 然后你在这个街区上走啊走啊走 边走边拍 它就可以帮你记录你在哪个位置 拍了哪张照片 你回过头去再去整理的时候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你整理每张照片 对位关系的一个效率对吧 下面几款软件都是关于学习类的 第一款叫做古德设计网 其实大名顶的古德设计网 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应该都知道吧 基本上跟网页端一样嘛 它这款软件 打开这款软件的界面其实很简单 顶上的话有几个大致分类 比如说建筑 景观 设计 艺术 资讯等等 然后在底部的话就是 专辑 比如说他目前古德自己所做的一些专辑的话 有 各种吧 访谈专辑 访谈各个建筑大师 然后在海外 就是一些在海外留学同学的一些作品集主要是 想法 每个人等等 反正也挺多的 除了古德设计网的话 我觉得看案例的话 还想跟大家推荐几个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公众号 第一个公众号叫做有方空间 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公众号 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公众号里面具体有哪些功能 大致分为这么几块吧 第一个就是热点 就是各种建筑圈的一些热点 第二个是资讯 也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类的新闻吧 可以这么来理解 深度这一块是我比较喜欢的 各个建筑师 有方邀请的 大部分是有方邀请去 应该是深圳吧 现场或者说网络端做一些讲座分享 然后后期他们会把这个视频给拍下来 然后再分享在这个公众号上 很多 你看 人物这一块的话就是 大师吧 基本上都是建筑大师 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有方对他们进行的一些采访 星座这一块主要就是发布的各个作品 有方上发布的作品 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 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学术化的 好 下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公众号叫做 全球知识雷锋 这个公众号也非常强大 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他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是 他们搜集了很多建筑大师在世界各地 各个建筑名校当中做的一些讲座 一些汇报 然后他们的编辑将它翻译下来 翻译成中文 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出来 你看有这么多 反正已经做了很多了 因为这个公众号也很多年了 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媒体 我认为 对 这里的话还会有一些细致的分类 比如说在北美的 欧洲的 澳洲 亚洲 拉美 最后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学习软件是 B站 众所周知 B站是一个学习软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 点开来你只要搜索 建筑 讲座 四个字 各个大师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世界的 在全球各地的各个讲座 非常多的资源 各种建筑类的讲座 都能够很快的看到 但如果你嫌这样也嫌麻烦的话 你可以搜索 建筑生 阿高 然后再点击他的这个收藏夹 里边有一个是公开的收藏夹 叫做建筑类讲座 里面是他 收集的各个建筑大师的一些讲座 所以大家点击他 关注他 并看他的收藏夹 就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给自己打了一波广告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我个人认为 比较好用的建筑类的APP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 相比于这些工具 真正对于学习建筑来说 我个人认为非常有用的是 实地去看建筑看展览 这样你得到的一些信息 会更加的直观 我自己做探建筑视频 这个系列的Vlog 其实也是想多出自己 多去看 多去走走 去用身体 用实际去感受一个建筑 当然看展览也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建筑的一个方式吧 给大家介绍 我自己现在还比较关注的展览吧 几乎已经在朋友圈逛了一圈了 就是大命定定的扎哈的特展 它也是位于上海的一个 艺仓美术馆 回顾了扎哈事务所 过去40年的一个眼睛的轨迹 从罗马21世纪艺术博物馆的 流动城市空间 和北京利泽SOHO 到当前事务所遍布六大洲 处于开发阶段的多个里程碑式项目 可以很系统的看完一遍扎哈的项目 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扎哈 扎哈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扎哈真的是一个天才 扎哈的作品 其实我实际去看过的不是很多 也就只有广州大剧院 因为它的作品都是遍布世界各地 真的每个要去看还是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看展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了扎哈这个展示在8月29号就会结束 所以想看的同学得赶紧抓紧了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希望多多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当然如果能够点一个关注的话 是不是对我莫大的感谢